你是第一個提醒出來 檢調應該去注意那個虛擬貨幣 最新的也真的找了一個檢察官 對虛擬貨幣非常經驗 非常熟悉的人進來了 現在剛剛講的 那個USB你昨天也去了解了 這個USB真的至關重要 現在陳貝琦那600萬 不過是小菜一碟 真正的大菜在這裡面 首先第一個 檢察官為什麼要放消息 說他們請了一個 這個虛擬貨幣的專家 專門辦虛擬貨幣的檢察官出來 這個就是北檢故意放的消息 你不講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你慢慢辦案就好 你告訴大家幹什麼 就是他手上有東西 這個陳文錦是針對著一個 專案的特殊任務進來 這個本案來支援 然後第二個東西來講 這裡面所有有問題就只有一個東西 柯文哲的USB 柯文哲這個每天有戴USB的習慣 很多年了 他每天戴一個 他自己會key in 他會打電腦會key in 難怪有一天他回家 他回家他老婆問他 他才講說我都忘了戴USB了 所以他回去拿 對 再拿回來 所以他所有的秘密 所以他的USB是不能離開身邊的 對 所以他戴USB在身上 這是他的習慣 那好 那問題是回到當天 這個檢察官去敲門的時候 他的反應 他的反應在在裡面幹什麼 大便 這是他太太講說他大便大一個小草 對 但這個不可能 誰都知道在裡面滅政嘛 對不對 可是他太太為什麼要針對著小草 兩萬個人公開講他老公在裡面大便 對 所以他在澄清某一個重要的事情 他這個已經不在乎臉面了 不是 那個他早就不在乎 然後他在講這個事情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滅政這個東西已經成功了 已經恢復成功了嘛 這已經恢復成功了 恢復成功裡面有幾個可能性嘛 一個可能就是說 我們假設啦 那個情況 就沈慶晶送錢給他 對 他把它轉成虛擬貨幣 是一個這個情況嘛 那他還要找一個盤商 他把現金給他 盤商把它轉成虛擬貨幣 對 這個中間很複雜 他也可能曝光 他也沒有那個交易地點 他也不能走公開交易 他也就是走盤商的中間商交易 那個太複雜不談了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什麼 沈慶晶直接給他的東西 就是在USB裡面的密碼嘛 就金鑰匙就好了 那就完全沒有了 他在海外就處理掉了 可以這麼厲害 所以今天 吳董你要給我一筆錢 你不用給我現金 你也不用給我一個帳戶 你也不用給我支票 你只要給我一個金鑰匙的密碼 這個金鑰匙的密碼 就會讓我吃喝不盡了 我給你一個E-mail 講簡單一點 就是一個E-mail 一個電子 一封信 對 這封信裡面是一傳串的 三十個四十個 有英文字跟書字 組合成的一個亂碼嘛 對 那個叫金鑰匙嘛 那個叫金鑰匙嘛 那個鑰匙裡面 打進去你就算多少錢在裡面 對 所以他收到的東西 他很清楚知道是多少錢 現在我們是 我認為 現在USB裡面 有這個東西 所以他不能丟嘛 因為那一丟掉的話 就是把錢丟掉了嘛 他現在把它 他後來把APP洗掉了嘛 對 那裡面是個APP你知道嗎 他總結還是一個APP 他把APP我們都知道可以洗掉嘛 對 那洗掉的問題是 以後可以恢復嘛對不對 結果檢調先幫他恢復 恢復了 現在恢復過來了 他不能丟 麻煩在這裡啊 所以這個恢復過來之後的金額 一定不小嘛 當然是超過他的所謂 怎麼1500萬 對 不是這種金額啦 那是一個天大的金額啦 那個天大的金額 我認為是好幾億啦 當然是好幾億啦 可是問題怎麼辦 我怎麼證明這個錢 對 我怎麼證明這個錢 沈欣欣給的 沒有辦法證明啊 所以才要找到一個北檢的高手 對 從那個金額 從你那個軍力貨幣身上 去追蹤回去到你原來那個交易的盤商的那個終端點啦 對 因為有可能是在海外交易的 有可能是在台灣交易的 對 你不要忘記這邊中間有一個 威京在同一個時期領著4億多公關費 4.3億 4.3億全部花完了嗎 中間有2億都不知趣效 不見了嘛 不見了嘛 那2億多給誰的嘛 對 那2億多有可能 小沈就是拿那個錢 在台灣的盤商那邊 直接就交易掉了嘛 直接買虛擬貨幣嘛 直接買虛擬貨幣 就直接轉帳轉出去了嘛 然後那個虛擬貨幣轉帳 他會不會讓你查 不見得讓你查嘛 所以要怎麼查法 對 這非常專業的高階的這個科技犯罪嘛 所以為什麼這個柯文哲 那麼囂張地告訴你說 你查金額給我看 他沒有可能查 你查不出來嘛 原來不是現金 他吃定你的嘛 那跟現金一模一樣 那就是現金 而且他有這個 他不是比特幣 他可以有一種的優幣 這個優幣就是1比1美金 永遠穩定不動 沒有漲跌 對 這最可靠的 所以有各種虛擬貨幣 這個因為所有在東南亞 我們像台灣或是這些 東南亞澳門的這個線上賭 線上賭場 對 用的錢都是虛擬貨幣 因為你在大陸怎麼打嘛 它怎麼處理嘛 一定都是經由地下金融轉 然後那個金額是龐大 那個是百億美金在運作的 所以這個幾億台幣不算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這是你小錢啊 在虛擬貨幣事件裡面 可是這個東西是很容易處理掉 它很簡單 我剛剛再講一遍 所謂的金藝就是一串密碼 對 什麼都沒有 那他知道 他為什麼問題我現在不懂就是說 為什麼他要寫一個 11月1號小省1500 對啊 還有工作日誓 他要寫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還登記一堆其他的東西 所以而且他 這個他是 有他自己個人的一個生活習慣 對 我想是有很多錢 那我估計這個金額不是一個小金額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說 他如果這樣搞的話 他就不是一個虛擬貨幣喔 不是一個賬號喔 對 五六個賬號無所謂啊 對 可是累積加起來的話 可能十億八億啊 金額非常龐大 難怪可以看上億豪宅 可是這樣子有沒有犯法 你抓不到啊 你沒有辦法勾擊到我 你懂我意思沒有 你現在給我的是 因為轉換給我就給我的嘛 對 不要講別的 我USB給你的 就是你的了 USB拿去擰摔就是你的了 對不對 因為裡面就是金要啊 對 這就是錢啊 不要看那個車 怎麼能夠丟馬桶開玩笑 裡面好幾十億 裡面可能是上十億啊 好就會有什麼情況 找不到哪一筆是小省給的 找不到哪一筆是貪污的匯款 當然我應該這樣講 全部都是貪污會款 對 但是變成不明來源罪嘛 沒有辦法對價了 沒有 我沒有辦法勾兌 勾擊不出來 勾擊不出來哪一筆 這些麻煩在哪裡呢 要有高手去從電子的這個路徑 去追回來 追到原始你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對 第一初始的交易 跟現在這個目前的現況 要能夠勾兌起來 那只要把這個總金額 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後面就會有消息 他現在故意丟個一千五百萬嘛 對 這檢調放消息嘛 檢調下次如果放消息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查到了這個 柯文哲的這個不明的 不明來源金額總額大概十億台幣 這個一個消息就完就結束了啊 那柯文哲民眾黨就倒了啊 所以這個一定是上億的一個天 一個天大的金額在作業中 但是目前就是一定要等到 沈慶晶這些犯罪嫌疑人 跟他之間要能夠勾兌起來 先講了 柯文哲不是一個案子 他是五大案 五大案跟現在金華城 對他來講越來越不利的 他現在在金華城上面 已經坐穩了圖利的罪 圖利罪之後 現在看見那一千五百萬的金流 還有現在陳佩奇裡面的帳戶 到底能不能交代那個 不明金流人的來由 那個東西都可能讓他吃帳 剛剛講的是十年以上 到無期徒刑的行賄罪 但是只有金華城嗎 我是只有金華城 今天又跳出來了余果市場 因為之前吳董曾經講過 在整個案子裡面 有兩個最關鍵的人物 兩個最關鍵的證人 一個是沈慶晶 一個就是彭震生 現在這個又跟彭震生有關了 原來余果市場 是彭震生拍板定案的 如果這個余果市場 又要讓彭震生來擔的話 那彭震生就完蛋了 現在彭震生跟柯文總管講 絕對會徹底翻臉 你知道為什麼嗎 陳佩琪是不是把金華城 所有案件 他說那個都是專業經理人 都是彭震生幹的 全部把鍋甩 所以那個假章不是我們蓋的 那彭震生蓋的 柯文總管不知道 結果你知道嗎 檢調看到有縫 那我當然見縫插車 在這時候再給他補一腳 極限實壓 為什麼 把中華工程 也就是我們講地獄果菜 這個案子 也端到檯面上 因為這個案子 他的結構跟金華城 非常相似 也是有兩個人 一個叫做柯文總 另外一個人叫誰 彭震生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咬著彭震生吧 說來 好 所以說 當我們看到陳佩琪昨天講說 那個假章根本不是我們蓋的 那是別人蓋的 污來到我們身上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彭震生 結果今天這個新聞就出來了 說 魚果市場也是彭震生幹的 各位 竟然你要呢 我無雙不成禮好不好 我就再給你補一個案件 為什麼 因為他講說 當時我們講地獄果菜市場 明明一個是六層樓 一個是八層樓 結果最後面呢 發包的時候發生什麼狀況 變成是五層樓發包 五層樓發包 其中的六樓跟六七八樓 通通不見了嘛 所以不見的狀況之下 那該怎麼辦 只能用一種做法 叫做減相發包 而他給的理由呢 也跟大家似乎相似 大家還記不記得 北四科那個時候 我們講說流標再流標 結果 我們講地獄果菜市場 這個案子也是 前兩次呢 一百四十億就幹嘛 兩次流標 他說沒辦法 這真的沒有人要標 所以我們現在 把他降低他的底標金額 最後面各位 也是有彭震生 在19年開始拍板 然後拍板到最後面 又是彭震生 對 從頭到尾 這時候彭震生的身份 叫什麼 公務局長 17年的時候 給你搞流標 流標之後呢 我們再來討論說 樓地板是不是怎麼改變啊 以及發包的金額 預算不足怎麼辦啊 最後面各位 一百二十五億發包 而且發包給誰 中華工程 但你以為大功告成了嗎 所以 彭震生完成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升上副市長了 步步高升 有功 直接讓你從公務局長 變成副市長 結果後面大家才發現說 不對勒 你一百二十五億 結果呢 給中華工程 那當時大家根本 沒有人要包嘛 為什麼 五層樓 哪有人蓋這種六七八 保健哥你知道六七八放什麼嗎 消防設備 重要的設備 所以你如果沒有 有重要的機電設備 消防設備 桃生設備 獨放在樓上啊 我直接講白話很好了 畫一百二十五億 蓋一棟爛尾樓 空殼子 完全不能用的爛尾樓 所以被迫只能幹嘛 只能再追加五十億的預算 那你這樣不對啊 你等於就是說 新浪金華工程 我們講 中空呢 取得這個標案 用一百二十五億 然後最後面實際上 你給他的是一百七十億 甚至上看到兩百億 但是你當初開的底標明明是一百四十億 所以換一次做幹嘛 那如果說中間又有匯款的話 那叫什麼 收匯 那你有沒有看到 一模模樣的案子 結果彭震生 從頭到尾又他蓋了髒 又背了這個鍋 那寶貞哥 我就問 他一個小小的公務局長 他一個公務局長 有辦法決定這個超過百億的答案嗎 當然沒辦法 但沒關係 我跟你講 而且彭震生主持這個結像 發包關鍵會議之後 一樣有個關鍵會議 柯文哲在八天之後 馬上批准了 對 等於就是說 欸 一模一樣的案件喔 柯文哲都跟你講說 沒有 他蓋我甲上好 沒有 我都尊重專業 但等到事情都在他手上的時候 拼命蓋 直接送出去 結果這個我們講中公 第一果菜商案子 也是一模模一樣樣 那屆使我跟各位保證嘛 陳佩琪又會出來講說什麼 那彭震生自己弄的啊 那個我們家市長不知道啊 彭震生是工程專業 他尊重彭震生 又把鍋甩到這邊 那寶貞哥 我就問一件事 如果你是彭震生你會怎麼辦 翻臉了 當然翻臉你覺得大爆炸 到時候我跟你講 檢調等於說 金華城一案不夠 我再送你一案 依於我菜市場 看你彭震生要不要招 因為如果彭震生這兩案都不招 現在很顯而易見 大家鍋都甩在身上 他會變什麼 所以說 現在在檢察官手上 還有很多的彩色 正準備一道一道的端上桌 保證哥我跟你講 我週末非常無聊 我去查了台北市的 總共將近四五十個委員會 全部都是共識決 你知道我發現一個 天大的秘密是什麼嗎 彭震生在他任期之內 至少佔了三分之一的委員會主席 換言之一大堆 你只要跟工程有關 跟都發有關 跟容器有關 全部都是彭震生在處理 那你想想看 如果這一案 一案 接下來報下去 那最後跟你講說 你彭震生不知道是不是 你不當污點證人是不是 那就全部都扛 那你想想看 現在有六答案 為了如果檢調 不斷的把這個極限壓力 給私下下去的話 彭震生會幹嘛 當然會招嘛 因為現在不是檢調 站在他的對立面 是柯文哲要把他往火坑裡面送 陳佩奇要把火坑裡面送 所以隨著這個案件 金華城也好 我們講的南港BOT也好 甚至到這個地域國際上 只要案子越來越多 彭震生壓力越來越大 最後轉為污點證人的可能性 就會越來越高 好 吳董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有兩個最關鍵的人物 一個就是沈欣欣 一個就是彭震生 那剛剛講的 彭震生當時 他不是在這個所謂的高院抗告嗎 高院抗告之前 馬上跑到了這個所謂的 看守所去救訓彭震生 當時林傳媒也做了一個獨家報導說 在這個所有金華城重要的關鍵裡面 柯文哲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當時的傳媒出來說法是 彭震生都糟了 究竟還不止 現在是一城一城 現在柯文哲面對的不是金華城 現在是第一果在市場 更可怕的是 都跟彭震生有關係 這個應該回到柯P當年 接受這個網媒的採訪 直播的時候講的 還是兩個重點嘛 一個就是你要有金流 要有人咬我 咬我 對不對 到今天來講的話 這兩個都出現一些苗頭 但是並沒有確定 那彭震生現在到底咬他沒有 我認為還沒有 還沒有咬 彭震生咬就放回家了 對不對 就回家過節了 彭震生現在一定是 他鬆口到一個程度 然後因為很多所謂的 你說鬆口但還沒咬 因為太多情況證據 也就是說他的都委會 跟他所謂都發局的同仁的 很多的證據的強度 足以構成所謂柯P的 這個所謂徒弟要件 已經構成 所以說彭震生要來咬這個事情 可能已經是 已經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了 但是突然間又冒出來 一個雨果市場 這個事情彭震生跑不掉 因為他公務局長 對 彭震生當時也用這個 康告文他講了一句話 我不是都市計劃專業 我對容積率不熟悉 我也尊重專業 不是 我是土部專家 建築工程 土部工程 他是工程專家嘛 所以彭震生這個賴就賴不掉 但是我不相信 一個公務局長 你知道嗎 敢一個人 來決定一個一百多億的開標方式 對 而這個開標方式又非常的奇怪 我想很簡單 全中華民國都是一樣的規則 第一個 先編政府預算 政府預算編好之後 然後我們發包設計 由建築師或專業或設計公司發包 發包完有規格出來 在規格出來之後 如果會發現說 預算如果不出的話 做調整 可以做 在預算 在預算準備作業 然後送議會 然後最後確定一個金額 結果聽說沒有這些 這個程序 他通通沒有做 對 他完全沒有幹 他就用拆的 一平多少錢 就給你拆了一個金額 一百五十億丟出來 這太可怕了吧 他就說 這科P啊 這科P 亂搞一通啊 亂搞一通 他不是科學理性誤實嗎 對 我覺得這是莫名其妙的一個人 然後這個事情 我有去問一個中工 中工說 他們這個標一開始不想標 一開始 聽說內定給一家 常常標台北市政府的營造商 一個營造商 我也認識也是阿扁的好朋友 你知道吧 我知道是哪一家 那個跟科P也有私交 好 那我這樣講 搞了三次沒有人來嘛 沒有人來的時候 調整底價 老招嘛 問題是沒有人來 調整底價 為什麼中共一家來標 這是我們要談的問題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原來不夠嘛 錢不夠對不對 已經調整底價了 調整底價應該大家可以標 對啊 結果變成就一家來標 那只有中共知道調整底價嗎 不是 但在公告嘛 對不對 公告不好 這個案子都不好 有中共 不好有一百多億的預算 結果它是低於預算 它是一百二十五億 絕標嘛 所以歡迎市長 這個調整底價之後 為什麼變成只有一家來投標 為什麼 那我很簡單嘛 我自己的 我有工程專業的想法來講的話 這個有溝通嘛 有溝通好這個事情嘛 溝通好這個事情 大家知道就算了算了 這就讓你去創了啦 你知道 我覺得是有溝通 有友誼的情況之下做基礎 這東西展開了 那展開之後 這裡面有沒有酬金的問題 有沒有這個答謝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那又回到兩個問題了 又回到金流 回到有沒有人咬的問題嘛 那又回到水晶機身上了 那再來一次 那彭正昇跑不掉嘛 因為彭正昇他是承辦的公務局長 跟後來他成辦的副市長嘛 這個事情不要囉嗦 百分之一百他中 因為這個東西有沒有影響到 所謂的圖利道中華工程的問題 當然有啊 我現在問你一個道理啦 如果今天 小省這個羅出來的 4740萬的金額裡面 是基於中工的下包羅出來的話 或子公司羅出來的話 那這個事情有沒有問題 你懂我意思嗎 小省用的這個給印小微的錢 對 若是來自於這個工程案裡面 播出來的款項的話 那這問題就變成兩個 變成兩岸合一了嘛 對 所以中間 所以我意思說 北遣在這上面 細節的推敲還有很多地方 所以金華跟這個所謂的 果債市長是綁在一起的 它同一個公司啊 小小 今天大家討論說 上禮拜五傳出來說 原來柯文哲有個Excel檔 一個Excel檔裡面那個1500 你當然講說 現在2022年11月1號下午的三點鐘 你沒有跟這個所謂的 陳清晶介道 變那個1500 根本不是下午三點 可是你說你們長期目瞭一看就知道不是 因為 按照柯文哲的習慣 它真的有一個Excel檔 這個Excel檔 對它來講是真的非常秘密 它最秘密的東西都在Excel檔 第二個 它的所有的行程 根本不是放在Excel 而是放在Google的行程管理裡面 是這個1500這個數字啦 我們退369萬步來說 就算把它當成是所謂的時間來講的話 你當天下午三點 假設去見審慶禁到底是為了什麼 難道是去做長照嗎 所以我講真的這件事情 你用時間去解釋就非常怪嘛 你平常上班時間 照來講你要跟這些財團大老闆會面 應該都是下班時間的事情 怎麼會是上班時間去跟他會面呢 所以用去解讀說1500是時間這個連結 老實講本身的邏輯就有問題 再來第二個就剛剛講到的 我們一般來做幕僚作業的過程當中 行程的安排 通常就是有一個Google行事例的這個App 那這個App呢 用Google行事例 當然就是直接用Google行事例 因為這個App老實講 他可以放很多人進去看嘛 也就是說 不會只有一個人掌握柯文哲行程 那他當然會有不同的權限嘛 比方說 像我是比較外圍的幕僚 那更核心的幕僚 像蔡壁如這一種等級的 他就可以看到柯文哲 所有的公開跟不公開行程嘛 那像我們大概就只能看到 他的公開的行程 所以平常聽講 我們當時對於這一套系統 運作的是非常熟悉 而且我們每個禮拜都會開會 討論柯文哲的 公開與不公開行程的安排 所以我們非常清楚知道說 這個流程絕對不可能是用 所謂的Excel檔去記錄 柯文哲的行程跟時間安排 所以看到150你就知道 那根本不是行程 所以民眾黨這些人 根本就是公然說謊 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現在要用這個時間來去抖 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基本上安排那個時間點很奇怪 再來的話就是說 根本不可能是用Excel檔 那柯文哲有沒有Excel檔習慣 確實有 就是剛剛寶傑哥講到的 柯文哲不只一個Excel檔 他不只一個 好幾個Excel檔啊 他的那台電腦裡面 就是市長室裡面那台電腦裡面 其實老實講 你打開他的資料夾裡面 幾乎都是Excel檔 那這個Excel檔 當然我不要現在就直接講說 他背後一定有什麼樣的弊端 或是他裡面記錄什麼樣的金流 比如說他有一些公務的事情 他有一些私人的事情 他都習慣性的打開Excel的這個檔案 然後一個一個記錄嘛 其實跟我們一般人有時候 我們一般人通常會用的 可能是Word 可能是PDF 但他很習慣性的就是用Excel 那這個我不知道 那可能是他個人使用習慣 所以你會發現到他後台 其實有非常多 而且我覺得他整理的 真的是有條有理 他很會用Excel 他很會用Excel 而且他那個檔案 其實老實講 他編排的非常精細 那個老實講 他的那個檔名 不會像我們有的時候 檔名就直接用123 或新資料夾 不會他都會把他列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老實講 我說人事實地物 他都會交代清楚 對 所以我認為 這個是他的一個使用習慣 但至於說 那個是不是一個金流 那當然就是要等檢方去勾勒 可是我不懂事 一般來講 你收了這麼多錢 你沒事幹嘛 寫一把錢寫上去 對 我知道說 他也許有的時候 就是覺得貴人多忘事 也許就是他覺得說 他假設 我們先假設 這個1500 假設是他真的 收了審慶金的 這樣子的一筆賄賂 那他也許收了這筆錢 他也許希望說 可能後續要幫他 做到一些什麼事情 或是後續要透過誰 去處理這一筆金額 他可能把這個東西 先記下來 這個當然是我們的一個猜測 這不一定是 因為後續有沒有金流 我認為還是要看 檢調去勾勒 但是我認為 他現在很明顯 他就是在跟你對賭 你會看到說 現在民眾黨 從上到下 唯一對抗的人 那個人叫什麼 就是彭政生嘛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說 現在 彭政生已經沒有太多利用價值 而且你說在這個所謂的 兩個人離職的時候 兩個人曾經大吵過一架 是 彭政生這個大吵一架 這件事情 其實老實講 市府的人應該非常清楚 就是說 當時是為了所謂的 台治光的這個副議案 台治光這個副議案 其實有趣的點在哪邊 有趣的點在於說 明明你這件事情 你可以提早溝通 你偏偏選在 你要卸任的前一個月 才去議會做這件事情 那卸任前一個月 你要去議會 去跟人家遊說 要做個副議案 當時大家都在選舉啊 當時大家哪有時間 跟你管這件事情 所以當然議會 當然會覺得莫名其妙嘛 你沒有花時間 好好跟我們溝通這件事情 你到最後一個月 才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委任 彭政生跟所謂的警察局長 就所謂的台治光 這個所謂的 三妹要變五妹這件事情 去做所謂的副議案 去做溝通 但很顯然 最後副議案 根本連舉手表決 都沒有進過 就被否決掉了嘛 也就是說 甚至連他們家的 黨籍的議員 當時是林國成 也沒有出來說 我這個事情 我有意見 然後進入表決程序 完全沒進到表決程序 就被封殺了 所以當時彭政生 就被柯文哲 語帶威脅表示說 語帶威脅 小心我去做你辦公室 他跟所謂的警察局長 通通都被柯文哲 修理了一頓 當時彭政生 當然就覺得很厭氣嘛 他覺得說 這一段時間 甚至我認為 跟之前 跟金華城案 也有非常多的牽連 那段時間他幫助他這麼多 他這麼幫他 這麼挺他 結果最後柯文哲 還用這種方式去修辱他 所以他甚至在 老實講 那個市長任期 都只剩下最後一個月時間 他還跟柯文哲提辭程 當時都已經不到一個月時間 他要跟柯文哲 辭掉副市長這個職務 所以你就知道說 現階段看起來 彭政生這個東西 很有可能會威脅到柯文哲 而這個因 很有可能就是當時 柯文哲跟他決裂 所種下來的 今天柯文哲做了一個動作 我不不亢告 好像我真的是台灣的漫大拉伯 他現在不敢考慮 他現在只能歸縮起來 什麼事情 越雲淡風輕越好 因為今天約巡了沈靜晶 今天找了一個金流的高手 甚至今天講到的 USB的1500萬的確是真的 如果USB裡面 真的有一個XL檔案 XL檔案裡面 有個1500萬 確定是真的話 那只有沈靜晶嗎 還有其他人嗎 如果有其他人 那才是阿伯最可怕的惡夢 柯文哲現在呢 我們講柯文哲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火燒連環傳 你不要誤會了 柯文哲保勝一件事情 就算柯文哲抗告會贏 他也不會抗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旦抗告 這個裁定書下來之後 大家就會真相大白 看到這個USB的真面目 絕對清清楚楚 一筆一筆寫在裡面嘛 如果是那個樣子 我跟你講柯文哲事情就大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已經得到驗證一件事情 這個1500第一件事 他不是下午3點 再來第二件事情 這個1500他不只只有一筆 保安我訪問你一件事情好了 請問一下USB裡面 只會有一個eSale檔案 當然不會 如果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怎麼辦 如果說一筆一筆發現 沈靜晶只是個小咖 後來發現還有什麼 中部電玩大亨 然後南部博弈大亨 什麼科技大佬 一筆一筆全部下來 那請問一下 那會變成什麼 所以有電玩大亨 有博弈大亨 有科技大佬有這麼多人 那會變成大型車 我有現場 保安你要理解這個概念 沈靜晶今天 柯文哲惹不惹得起 還惹得起 如果今天是電玩大亨 他惹得起嗎 惹不起 如果博弈大亨 他惹得起嗎 所以柯文哲幹嘛 好啦好啦 沒有啊 稀釋你人家好了 不要再查了 我在裡面灌兩個 反省反省來 不敢了嘛 真假的 這個炸下去 我跟你講 他沒辦法收拾 是柯文哲都沒有辦法收拾 為什麼今天講白了 今天媒體包括檢調去接了這些 因為大家只是不想再開別的戰場 因為今天大家只針對 金王城的戰場 但你如果柯文哲要抗告到底 坦白從寬 抗拒從演 我就不得已把 你這所有 整頭拉曲的 一二三四五個 以色尤黨全部公布出來 那會很可怕嗎 當然 血流成河 那個對柯文哲來講是核爆擊的 不是 保安國人問一個問題 如果說 因為今天都是媒體報導 如果今天檢調證明 柯文哲有拿博弈大亨錢 柯文哲有拿電玩大亨錢 柯文哲有拿某某某錢 那我請問一下柯文哲要怎麼收拾 他就沒辦法直接爆了嘛 但是我很好奇說 如果是一個一千五百萬 那有幾個一千五百萬 那如果有十個就一億五了 那如果在那裡累加起來 搞不好有給更多 那搞不好柯文哲 你如果說你今天多個一千萬 兩千萬也就算了 如果你多個十億二十億 那你柯文哲在整個社會的形象 會完全不一樣 那你多個十億二十億 難怪 你敢去看個一點二億的大樓 我問你一千五百萬 需要有Excel檔的紀錄嗎 當然不用 你用Word也可以 用小畫家都可以畫一個1500 都可以嘛 所以用Excel檔代表一個字 數量龐大 再第二個 需要裝到USB裡面 Excel檔我們講 拜託手機也可以裝啊 很多地方可以裝啊 所以代表說你是有不只一個Excel檔 搞不好還有資料夾 分門別類的 你才會需要用 你做USB專門去處理這些文件嘛 你要怎麼整理分類啊 所以各位啊你要想想看 如果一比一比那些數字 全部通通的錢 你柯文哲這樣怎麼有辦法 所以你知道他這一招在耍賴哪一招嗎 懶驴打滾 賴清晨罪負我 對嘛然後就眼睛看著那個監視器 好啦好啦賴清德總統 我懶驴打滾我看著你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嗎 因為我跟你講他也只能拖到起訴 而且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起訴是需不需要把所有的成堂證供 全部公布出來 當然需要啊 柯文哲他只是拖一天算一天 他現在心心念念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期待等到拖到起訴是時候 我現在跟你講說 好啦好啦柯正是沒事啦 好啦金華城沒事啦 我也不要鬧了我也不要吵了 為什麼 他現在每天燒香拜拜 就期待一件事情 希望起訴是指血金華城就好了 他只害怕這件事情嘛 因為如果起訴是說 根據該Excel檔 因為柯文哲還頑強抵抗 對不對打死不認 那打死不認我們現在的結果裡面發現說 跟他的口供不一樣 因為裡面有ABCDEFG 然後全部卷宗全部公布在這個起訴書裡面 那寶德哥他會變什麼你知道嗎 是鄭文燦2.0啊 你看一下鄭文燦那個時候頑強抵抗結果是什麼 你開會我也把你公布出來 你對話紀錄我也把你公布出來 你老爸的房子很大 我也把你公布出來 巨細迷移 對 未來後續還有我們講北四科 清華城 台治光 地獄果散場 南黨BOT案 但現在最害怕的什麼不是六大案 如果變十六大案怎麼辦 如果變二十六大案怎麼辦 他說我還是不要好了 因為我後面案子還有很多 所以關鍵在那個銷檔 那才是錢 對 不是啦那個 我跟你講寶德哥那不是錢的問題 你現在看他如果惹到不該惹的人 對齁 把他不該惹的惹出來 他搞不好連監獄都出不來了 真的最可怕的嘛 你如果惹到白的 明面的就算了 但如果你今天拿的是黑的 是有一些奇怪的 在監獄有私利 我跟你講 柯文燦會倒大門 所以對他來講 現在只能認賠殺出 反正進化城這案就當作我倒霉了 那緊接著來 我現在看的是未來 我其他案該怎麼處理 統整起來之後 我未來還有沒有機會出來 所以柯文燦基本上在精華城 你看光這個USB 這個咬到不該咬的人 就已經讓他認賠殺出 所以瑞德 原來搞了不然大家今天不抗告是 第一個 你抗告當然不會成 可是別人不抗告 抗告不會成也告啊 他說現在最好是大聲化小 小聲化無息事 息事凝人 因為 他不能讓那個USB裡面的東西 弄出來 那USB裡面真的有很多其他的人嗎 有很多不同的金錢嗎 問題真的很大嗎 這個USB 到底有沒有這個USB 從這個臺北地監署的相關的發言 就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他們今天揚言 用他治安來偵辦洩密碼 我贊成臺北地監署這樣做 以求至輕說 消息不是你露出去的嗎 他們用八個字來形容叫做 不予置評 無法證實 這個東西出來以後 真的對阿伯來講是一個核爆級的災難嗎 我告訴各位啦 有關於那個什麼 這個1500不是馬上就有政客馬上說 哎呀或者酸民說 那是1500就下午3點嘛 今天馬上就打臉你了 馬上把柯文哲的當天 2022年的11月1號下午 整個行程弄出來給你看嘛 要死不死 剛好那天下午2點多的時候 他到了大同區的相關的 那個相關的李民活動中心嘛 兩家電視台剛好又拍到 當時的時鐘是2點多 他3點離開 3點半的時候 到達另外一個地方 當時他的民政局長 藍世聰陪同嘛 還有一堆里長什麼東西 媒體都在都拍到嘛 那我請問你 你能不能跟我解釋一下 那麼1500那下午3點 怎麼回事 當然你也可以告訴我說 如果按照他們很會瞎掰 很會掰 他們就說 那是剛好有車子開出去 然後開到路口的時候 門打開 剛好有個叫小沈的人 就坐進來 聊了5分鐘 就下車了 你也可以這樣掰嘛 隨便你掰啦 早在上個禮拜 就已經跟你講了嘛 你們要掰四位數的說 那是15004下午3點 三位數你怎麼辦 我記得我在這個節目裡面有講啊 三位數你怎麼辦 三位數你怎麼不能跟我們掰 是凌晨2點 凌晨3點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明後天 大家靜觀其變 看有沒有進一步的 這個要靜後加音嘛 不客氣的說啦 在2014年10年前 當時柯恩德還說他是墨率的時候 當我所認識的一些金主 也就包括台獨金主 包括我所認識的廣播界的巨破 媒體的大亨 這些人是怎麼OA你的 那些錢你有申報嗎 一直到現在吳董所說的 那麼戴法修行1000萬 你有申報嗎 這些全部全部加起來 這10年之內 那麼多的錢 還有很多很有名的 這個等於說台灣知名的 相關的人物呢 幫你幫你召集這些 所謂的有錢人這些金主啊 為了幫你這些相關的錢 你有申報嗎 麻吃麻不識識 吃不靈麻啦 我們都在講金華城 都在講目可政治先進必案 都在講五大必案 就你們民眾黨 你們從頭到尾 談的都是用政治力要介入 這個所謂的司法案件 你們才是真正的新黨國啦 好 吳董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妙的就是 剛剛講 剛剛瑞德幫我們講 你7月說你要成立一個公司 然後你的10月14號就成立了目可 成立了目可之後 10月18號就核定了金華城的建案 我們在講 我跑市政府那麼久 最麻煩就是搞建造 建造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下來 上來感天 感恩戴德 怎麼可能說你這麼有把握 18號拿到你19號就可以辦動土 你說這個東西充滿了學問的 對 他10月19號確定是開工典禮 那個大張旗鼓啊 那個大宴賓客對不對 對 還有五龍舞師 他憑所有把握 18號一定會下來 對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吧 因為這個19號的這個勤帖 已經發出去了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員都知道 對 市長當天要在這裡 所以他就用市長抵達 開工典禮破土這個事情 對 來強暴市政府的官員配合 你非給我建造不可 倒推法 所以搞得市政府的官員 就雞飛狗跳牆 就有一個必須完成時間 Deadline 最後期限就是18號 對 18號 為什麼18號重要呢 因為18號完了以後就才有11月1號 對 所以11月1號那個1500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目前判斷是金額嘛 對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他寫這個幹什麼呢 那我的話 你如果你總共假設我只拿3000萬紅包 對 你給我1500我也拿就算了吧 那有人是記帳幹什麼呢 沒有記帳這種東西的 沒有記帳嘛 這個金額很大 或者很多比 還有很多比 比數太多 比數太多 我現在不是講審慶金比數太多 還有什麼 還有其他的企業家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想通了 為什麼北檢要派一個年輕的 懂得搞金流的專家 我問你嘛 如果裡面出現了100筆200筆的各種 各式各樣的人物企業家 有些不見得是有對價關係 對 有些譬如說台中某跟什麼大亨 對不對 送了他1000萬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辦 你劉寶傑送他1000萬 那我這個檢察官我怎麼處理 你知道嗎 我把你劉寶傑帳全部給你翻天搞一片 你昏倒了嘛 我把你劉寶傑三個字 你上面也寫了一個1000 對 寫了500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把你所有劉寶傑帳 台灣銀行所有的帳號 跟你的人頭帳號 往來帳號 依次電腦用AI下去給你操 你不要嚇我 當然一定這樣子幹啊 不然他莫名其妙公布你 他要弄一個 叫做ATM的一個金流專家來幹什麼 對 我告訴你幹什麼 你們這些人 給過他錢的人坦白從寬 支持你才給我北檢報到 自己還自首 因為我通通可以查得出來啊 所以他我想半天 就像剛剛鈺峰講的 因為他就是搞虛擬貨幣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專家 所以 現在所有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都把東西拿著 你要什麼馬上給你 他不 我認為啦 北檢故意放這個消息 告訴你說 我有一個這個人來了嘛 當然內行知道這個人來 會什麼樣的災難會來臨嘛 這是第一個嘛 這是專業 然後還有一些 有送過他錢的人嘛 有送過他錢的人 他如果他知道一個帳號 他可能可以超出1000個帳號 那這個問題多麻煩你知道吧 我搞不好 講難聽 吳指甲可能養了一個小三 對 我每個月給小三20萬 把他給你搞了 小三帳號出來 我瘋掉了嘛 對不對 就為了我送給柯文哲 1000萬 結果搞我小三 結果可能搞三個小三 哇 一下變成 因為吳宗憲告訴我 過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吳宗憲說 他們在桃園辦案的時候 當年辦桃園案的時候 他有幾個起訴的嘛 有些沒有起訴 但我問你 過程中他有沒有監聽 當然有監聽 有沒有監控 有監控 那有監控有監聽 這種東西他知不知道 職業道德不能講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講就是說 你查到 我吳指甲有送錢給柯文哲 然後我也送錢給我的小三 結果小三帳號給我曝光 那我不是昏倒 所以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為了 這個小三算不算是個資法要保密 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沒有 所以我就想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第一個 北寫突然間派個高手進來了 然後公開 大家都知道 然後第二個 柯文哲怎麼會有一個登記帳的動作出來 而是Excel恢復的 Excel恢復表示 Excel不會只有寫一筆 當然 一大堆 那是個表單嘛 那這個表單如果都是帳號的話 才需要有時候高手出來清 那個清帳的時候 那個是好幾萬個帳號在那邊交叉比對 所以這個事情到最後難看 可能最後我們發現了 柯文哲現在家產萬貫 可能有二三十億的富翁 這才是台灣的笑話 歡迎收看今天柯文哲的整個弊案 有驚人的發展 之前我們講到昨天收押進階的關鍵就是 他已經坐實了圖利的罪名 因為你明明知道 金華城的容積律案是違法的 你執意為之 而且你貫徹到底 而且你的手非常深刻的伸到每個部分裡面 這個你跑不了圖利 跑不了圖利就是五年以上 可是五年以上 現在不是檢調單位可以接受的 現在繼續往上 往上更可怕的是 柯文哲在家裡面收出了USB 收出USB裡面 竟然有一個工作部系 有收了審刑金一千五百萬 除了這個以外 現在還傳出來說 他不只收了審刑金的一千五百萬 裡面還有科技大佬 還有財團的大老闆 在那個部系裡面 他非常清楚地收收了 各家的所謂金錢 你可以說他是政治現金 或者是匯款 現在搞不清楚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金流可能勾計出來嗎 而且那個一千五百萬的時間 剛好是跟金華城建造拿到時間 時間是剛好的 這個在行賄的行規裡面 建造能夠拿到 就是一個行賄的時機 這兩個能夠賓購起來嗎 好 在這段裡面 資深媒體人姚惠珊也加入我們的討論 惠珊 你好 大家好 好 孫宇憲 出大事了 剛剛講 現在不是說圖利 不是說你明明知道 金華城的這個容積率案 是等於說是違法的 你執意為之 結果是你已經查到金流了 而且這個金流跟審計機有關 而且審計機有關 是誰在分的 是映曉威在分的 那映曉威在分的時間點 剛好是金華城拿到建造之後 寶德哥 現在我就兩個自送柯文哲 糗了 為什麼糗了 他之前講說 我跟你講 我就沒有金流 你查不到我的金流 請我 還好 柯文哲是什麼 台大醫學院的博士 我們講台大醫學院的學生 他是43157 所以他有一個好習慣 什麼事 他會做筆記 做筆記 他把自己的帳目 收了多少錢 清清楚楚的 全部都記起來 為什麼 因為整個專案小組 在搜索柯文哲的住宿的時候 發現一個USB 然後裡面有一個電磁紀錄 他寫說什麼 寫 他裡面是一個帳目 帳目裡面有好多好多人 剛好有一個人 叫做審慶晶 這表示怎麼拗啊 你知道嗎 拗不下去了 有人在想說 你會不會是 2022年11月1號下午的1500跟審慶晶 戒面 它這個格式不同 因為這個格式幹嘛 它是一個帳策的格式 另外一個除了以外 你如果是2022年11月1號 剛剛講1500應該接在後面 沒有 是2022年11月1號小審 在1500 反正分兩個程式 你想想看 他當然不只1500 他一定可能又有300 又有500 因為他是一個帳目啊 很多人 那你要怎麼拗 有些搞不好170 有些7200 那你想說不對啊 如果720的話 你要跟檢調掰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他就是太具細迷矣了 他跟高文案犯一樣錯誤 什麼事情都要把他記得很清楚 而且寶玖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檢調 當你看到這個 你一定心頭為自己正 你第一時間你知道你會幹嘛嗎 跑去問沈慶晶 你要問沈慶什麼嗎 提訊沈慶先生 請問一下你11月1號 有沒有跟柯文哲先生見過面 那沈慶晶只要說 沒有啊 我沒有跟他見面 事情就破壞掉了 直接破功了嘛 因為你只要沒有跟他見面 我就能夠確認這個是什麼 對 絕對是金流 我就確認是金流啦 而且剛才講到頭 他掌握的這個USB的時候 他會講這個 這個是在2022年的11月1號 可是同年的10月18號是什麼時間 金華城改建建造拿到的時間 是一樣的 寶玖哥這都是美化 什麼意思 因為當然有前進 但前進完成後面的工作之後呢 要有一個後卸的時間點 那你都會問啊 後卸什麼時候 我跟各位講 這種工程案件後卸都是在什麼 建造發放的時候 因為這時候才是最重要 代表大功到成嘛 所以在建造發放 你想想看喔 10月18號 結果到了下個月 11月 一天都不等你喔 1號馬上發薪水 發給你1500萬 直接贓掉 那更可怕的是什麼 10月18號發建造 11月1號1500萬進來了 發薪水了 領薪水的時間到了 我們都還要10號才能領 1號就可以領 好幸福 結果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麼嗎 來 易小溫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講說 4750萬裡面有一個 神秘的金流不見了 寶玖哥 那個神秘的金流是多少錢 1500萬 也是1500萬 怎麼會這邊不見1500萬 然後跟你講說 印小威跟沈慶晶 就是有行賄受賄的關係 他就是分錢的角色 結果剛好這1500萬 跟柯文哲 欸不要怪別人喔 你自己的筆記寫1500萬 就這樣對上了 那寶玖哥 我們講這叫什麼 這完全就是金流勾串 全部都計串連起來了嘛 所以就算柯文哲那個 三寸不爛之扯 現在也假的 變成爛爛 而且剛才講到說 除了這1500萬 現在這個已經變成鐵證喔 現在你已經完全突破 你的這個破口了 更可怕的是跟他講 你現在之前不是講 還有700萬嗎 700萬 他們不是講說 那是我的什麼演講費啦 我的稿費啦 我的版稅啦 大家想 你怎麼算 700萬目前檢察官都兜不起來 對 就是這個金流 我們到現在為止 就算把陳佩琦所講的 我們姑且信資 包括他說什麼收尾錢 現在又說不是收尾錢 又說是遺產錢 隨便 全部兜起來發現 不對 這個帳目還是有 我們講的問題存在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喔 他還把一些錢幹嘛 存到了兒女的戶頭 代表現在是什麼狀況 全家人都中獎 包括柯文哲 包括陳佩琦 包括他的子女 很有可能 如果說這個是所謂的 貪污的匯款 或者是黑錢的話 那全部散在他們帳戶裡面 把他跟這回完蛋 你知道嗎 因為全家人都會中耶 這才是現在柯文哲 最可怕的一個地方嘛 而且這順利講 那個收押金 借著這個裁定書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這個 審慶金論功行賞的時候 他的配偶 被告的配偶 也就是柯文哲的配偶 給小孩 账目都有不明知情 對 所以你想想看 包括從我們的告怨 到我們的地位 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可能 從所謂的貪污自罪 第六條 升級到第四條 換言之就是說 從所謂的土地罪 升級到收衛罪 那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其實檢調 所提供的證據 有非常大的掌握 所以保證你看 包括連議審法官 那時候我們講朱嘉義 很多人現在對他都有維持 想說你當時為什麼沒有欺壓他 但各位不對喔 為什麼 因為朱嘉義在當時 還記不記得提訓的那個時候 對 提審的那個時候 提審那個時候 明明是柯文哲的律師提出喔 結果他在駁回的裡面 寫了一段非常詳細的 拘留你是有正當性的 拘留你有正當性就是 我問你的內容 不管問金華城 不管問MOOC 都有正當性 因為他們是同一件事 對 他說那時候 柯文哲就說我很生氣嘛 我就不要錄了 我不錄了啦 政壇哪個啦 怎樣 他說就把他逮捕了嘛 逮捕的時候 他律師是不是馬上提出提審對不對 結果他就說不對喔 提審的過程當中 他說檢察官要問你什麼案 因為柯文哲說 你不能問我A 問我B 問我B 這亂問 他說可以 你找我是A案 問我是B案 他說可以 因為這個順序權 是由檢察官的時候決定 而且他講到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他說你認為檢察官說 他所問訊跟金華城案無關 但是呢你難以去辯駁說 現在檢察官偵辦這兩件事情 因為這是跟資金管理問題有關 偵辦階段尚未明朗 你不能說這兩件事情是非截然可奔 換言之他在講什麼 所以牧可 金華城他有個共同點 他都是資金管理為詢問 所以他有修先順序的財良權 而且這個事件在目前尚未明朗 換言之整個法官他在裁定 也就是朱嘉義在裁定這件事情 他在講一件事情 不對喔 牧可的金流 總統專務的金流 跟金華城的金流 這三者可能有神秘的關聯性 可能有神秘的溝通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認為這三案 可能最後再跟變成同一案 所以這件事情 我當然覺得認為 檢察官可以這樣查 那保健哥我們現在看過來 請問一下包括李文中 他都已經整個人被被告了 那這三個案件是不是 現在感覺拼圖越來越緊密了 所以這印小偉的事情 包括朱雅虎的事情 感覺所有的拼圖 所有的勾擊 整條線一拉 感覺整串粽子都快要拉起來了 而且剛才講的李文中 不是只有偽造文書 李文中也有背信 李文中的背信幹嘛 你都有掏空所謂民眾黨 今天剛剛講的 對柯文哲來講非常殘忽 是說你今天不是有行賄 你不是有徒利 你還有背信 背信就代表 你今天一手的所謂的創立了民眾黨 可是你對民眾黨吃乾麻精 保健哥現在所有柯文哲有關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諷刺 因為都跟錢有關 剛剛講的金華城這個案件 也跟錢有關 但是不要忘了 政治信心中的問題還沒有結束 因為他們現在為什麼李文中會變背信 理由很簡單 代表不管你是總統競選專戶 或者是說他以財務長的身份 甚至是跟木可公司有關的身份 絕對在背信的這個環節 代表有總統專戶的錢 不知道為什麼 跑到了木可 不要忘了 那個時候總統專戶虧空多少錢 2723萬的短缺 到現在文子我已經問了 五六遍七八遍九遍 結果 民眾黨有沒有交代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辦法交代 所以各位啊 現在事情越來越大條 錢會越滾越大 好 武統 在這個金華城的案子裡面 有一個大家沒有注意到 但至關重要的新聞就是 他發生了公安事件 發生了公安事件 出了一條的人命 出了一條的人命以後 第一個到現場是誰 黃珊珊 黃珊珊妙的是 她不是公務副局長 你也不是任何的人 結果呢 黃珊珊第一個到了現場 第一個到了現場以後 我們昨天也特別提到了 是柯文哲馬上就開了一個市政會 市政早上七點半 七點半把所有的副市長 把所有人都找來 找來以後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財事 要什麼 老姐 趕快讓這個東西復工 復工了以後 進來就妙次 你這個1500萬 剛剛講 金華城的這個改建的執照 是在10月18號 如果我不能讓你復工 這個公安事件不能解決 我不能復工 不能復工 我的建造就不能發 不能發的話 如果你們中間 真的有行為的過程的話 你建造不發 我的錢就不進來 妙的是 11月18號 建造給了以後 在11月1號的時候 就在USB裡面 記載了2022 111小省1500 省慶基 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建造發了以後 建築公司才能去申請融資 錢才能夠下來 土建融才能夠申請 沒有建造不能申請土建融 所以它有一個銀行的撥款的條件 是根據建造 建造下來之後才確定了融機率 所以它的融機率跟建幣率也同時 那個建造通通代明清楚 也不會有變更 所以這是一個確定的東西 如果有這個要答謝了幾步的話 當然要以建造下來到業主手上為準 才能夠 才有依據不會有變化 這第一個我可以把法令解釋一下 然後第二點呢 柯文哲寫這個1500 有兩個可能性嘛 一個是1500元現金 一個是他跟小省約下午三點鐘 那我相信今天金周刊敢放這個出來的話 表示這個檢調方面 已經查過這個行程表 1500是下午三點鐘 下午三點鐘我不相信這個 他們兩個人會在這邊碰面 一個要上 兩個都要上班嘛 而且有可能一個不在台灣的 對 因為小省不是每天在台灣的 所以我想應該排除掉行程的可能性 就是1500萬 就是剩下1500元現金的問題 而且他特別提到應小威的腳踏 就是這個時候付出來了 因為應小威的這個時間 他剛好就有一個1500萬的去向不明了 對 從那個4740萬裡面 目前查到的有開銷有去向的 有1500萬不明嘛 對 那我們今天問一個問題 那有可能是應小威 去交給柯文哲1500萬嗎 我告訴你絕對不可能 這個事情不可能讓應小威做 這個事情要做的 如果要做的話 是沈慶晶自己本人做 他不會交給別人做 對 他跟柯的交道 怎麼可能讓第三者介入 萬一 等於說說話要聽 把他抵掉了 對 把他控制住這個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翻臉嘛 對 所以這個錢的 我認為應小威的去處 很可能是 再回給沈慶晶 退回去給了小省 因為應小威的 因為那個錢是從中工的系統裡面 洗出來的錢嘛 所以一部分 所以他要回流到小省身上 所以這個交付的細節 就會變成 沈慶晶直接對柯文哲 所以又回到這個事情上面 但是有一個好處在哪裡呢 這個檢調就有一個優勢 檢調可以用這個條件 用這個減免豁免的條件 來跟應小威談判 應小威就承認說 我這個錢已經有退給 回給沈慶晶了 回給沈慶晶了 然後你再算那個時間點 就差不多是 那除了沈慶晶的話 沈慶晶有沒有給他 不承認不管他 對 那再來就第二個問題了 在那個時間的附近 柯文哲相關的帳號裡面 有沒有進到總加 有類似的金額 多了一千五百萬 類似金額啦 有一千五一千三一千四 都有可能啊 看所以如果柯文哲帳號裡面 有類似的金額出現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中了 就中了 柯文哲就中了 那不管小省同不同意 小省認不認罪都不重要了 因為只要有應小威的證詞 就咬到了小省 那小省否認 但是從柯文哲這邊 有看到類似金額出現的話 他就已經構成他所謂的 定罪或起訴的要件 所以現在已經從 貪污制罪條例的第六條圖例 已經上升到第四條 違背職務的行賄罪 那是十年以上無期徒刑的 對 那這個金額 就所謂的金流就有可能出現了嘛 那其他的金流一定還有 因為所有的寄付 一定是從這個建造之後開始寄付 所以他會分批寄付 所以以後你還 那當然嘛 因為這個東西跟工程進度有關 跟我的貸款有關 對 要貸款的錢下來 我才能夠撥錢出來 對 因為小省也不是個很寬裕的人 他不是口袋裡面 也是挖東牆補西牆 沒有 我 可是針對本案來講的話 一定是等到銀行的撥款 對 他才能夠有這個能力 去做這個相關的起付的工作 所以在查銀行撥款的時間 跟相關帳號的話 搞不好柯文哲 就是查到他後續的 償錢的時間點 好 因為大家曉得這東西有個關鍵點就是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建造拿到 建造拿到我才可以融資 這個就剛好符合最近流傳的江湖傳言 因為 沈慶晶裡面 還不是麻糬都現金 你也在種錢 他也是十個鍋子 我可以蓋 左手換右手 也就是我這個工程是 我不但是弄工程 然後用工程 我就去貸款 貸款了以後 我才能夠悠龍洗洞 洗到我要洗的地方去 法律哥 剛才胡總講到兩大重點 第一件事情 沈慶晶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 各位不要誤會了 不要以為說他有淘桌銀元 他有金黃黃 沒有 他經濟狀況不寬裕 所以包括 暫時在總統大選期間 事實上沈慶晶要發放 非常多的建制現金 去給這些所謂議員 到甚至是可能是有所謂的官員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都拒絕 因為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錢 是借來的 那這時候你對一個問題出現了 你怎麼個借法 就是剛才胡總剛剛講的 為什麼一定要有建造 為什麼那時候發放 因為建造之後 你才可以進行所謂的融資 你才可以貸款拿到錢 我講白話就是這樣子 而沈慶晶都不要忘了 他底下有非常多的什麼 中工 很多的徒子徒孫 子公司 有工程 對嘛那這些子公司 孫公司我跟你們講 22個 對不對拿22個裡面 底下有幾個工程 我就給你20個就好了 如果今天這20個工程裡面 剛好每個裡面 都需要進行所謂的融資 行所謂貸款 可是沈慶晶他的錢 是從哪裡來 各位不好意思喔 就這邊 這邊500 這邊1000 這邊500 這邊1000 這邊500 湊起來才變成 他發放政治現金的來源嘛 所以為什麼 檢調一直在找出什麼 公關費 然後找不出什麼 所以然來 因為直接撥出去的 對而且保健康你知道 這個錢最可怕的哪裡嗎 我若是用這種方式 貸款到的錢對不對 那我可能現金來現金去 我到時候 由這些子公司 村公司 直接 因為我要再撥過去 撥過去 我現金拿 我沈慶晶直接當面交 那你怎麼查 你根本就查不了 因為你的帳面 明目上沒有經過沈慶晶的金流 也不會經過 金華城的母公司嘛 都是這些看起來 那個風馬牛不相干的子公司嘛 都是底下的營造商 對嘛 所以很多我們講的 民意代表藥 根本不敢收 就是你沈慶晶你搞這個 那我們都認起來不要了 謝謝心靈了好不好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你知道為什麼柯文哲 自始至終這麼放心嗎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這些錢很有可能是現金 他不一定會進入到帳戶 不一定會進入到金流 不一定會剛好這個我們講 欸這個寫的也是什麼 這是他的筆記本 我們現在才張到欸 不然如果突然間 一筆一千五百會進 他這三個帳戶裡面 檢調絕對有把他的大動作搜索嗎 這怎麼會有這種怪事 所以代表很有可能是現金喔 所以如果是現金的話 你看喔 柯文哲前陣子 去看傅昆晶 他賠傅昆 結果從飛機上回來的時候 他也自信滿滿的跟在場的人說 我跟你講進華城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啦 我只很害怕 我個人裡面喔 什麼手機啦 USB啦 電腦啦 把我那些資料 借給媒體啦 我只擔心這個 所以柯文哲代表 他有把握 現鈔 跟錢 不會被找到 給你看到這些 我也不要緊 但他忽略的是 他可能是自己比計做太多了 忘記自己還有做一筆 小省 2022年11月1號 所以各位 最常貓倪在這邊 但一旦這個破口全面打開了 那你想想看 緊接而來會是什麼 包括連小省的逃注影員 畢竟那是你們會面的場所喔 如果今天是獻進來獻進去的話 那很多地點要吵喔 包括監視器可能都要去吊喔 就算你有可能滅政的問題喔 因為代表 這個案件 這個細節 已經突破了檢方過去的盲點 真正的貓膩倪藏在工程款 好 回程 剛剛講的 今天金華城說 早就已經被盯上了 大家有沒有想說 什麼好龍兵丟出來 沒有 你要看到 今年1月的時候 監察院已經開始有動作了 監察院開始有動作 就表示這件事情 早就在江湖上流傳了 因為沈晶晶當時 他的金華城是不利 這個沒做好 金華城沒做好 他當時 他要停掉 停掉的時候 他當時是負債很多的 他是無注意指的 如果這個金華城不能改建 這個金華城如果不能拿到 融金這個獎勵 他就完蛋了 是啊 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 從過去我跑審清金以來 我其實很少注意到 他公司有獲利良好的狀況 你每次跑到他 都是一些很爭議啦 甚至2014年 2015年 2016年發生什麼事情 說他在中國投資 出現了一些問題 欠港商60億元 而這60億元導致他在東區的逃租引員 可能因為沒有辦法缺工程款 沒有辦法進行下去喔 所以2061年2017年2018年 沈晶晶想到只有一招 哪一招 就是把我的金華城容積率從390起 不斷地均到560 不斷地往上衝 容積率越高 樓越蓋越多 就代表我這個地方越賣越多錢 所以今天有媒體上報去寫了一篇 陳千金為什麼孤注一職 十幾年來不斷地想辦法幫金華城 這個地方撿到 我看到那個數字我覺得非常恐怖 恐怖在哪裡 他說他當時這個地方 原來是唐融鐵工廠 唐融鐵工廠 他拿多少錢買的 10億買的 我拿10億買的 如果這個金華城 乾燥這個金華廣場這樣搞下去 他給我多少錢 1600億 我10億買的 我只有搞的這個金華廣場 可以搞到1600億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十幾年來 沈晶晶不斷地跟台北市長之前 市長好樓斌不斷地在這邊告來告去 我就在這邊扯 為什麼 因為你擋住我的財路啊 你擋住我的整個 威京集團起死回生之路 後來又遇到了柯文哲 柯文哲上來之後 沒想到跟他變成麻糬麻糬 然後柯文哲不僅讓他392% 變成是560% 說一句實在話 你560%你這樣子蓋下去 你的金華城也回本了吧 你所有的財務的問題 全部都解他了吧 還不夠 還不夠 所以你就真的知道 他要一次翻本 他一次翻本 而且他要連中國投資勢力的 我們知道揚州什麼 你什麼威京城中城之類的 也全部都要翻回來 因為這裡面講了一句話說 如果能夠完工順銷 這37年來 金華城才能夠成功翻身 怎麼成功翻身就是 我只花了十多億購得的土地 我如果總銷破千億 不計虧損的話 我的差價打百倍之多 我就問你 他的整個逃州影員 該在那邊已經多少年了 大概也快十年了 也沒有賣出任何一戶 只有他自己那一戶 所以後來很多人發現說 你花那麼多錢去蓋 蓋成這樣像庫斯拉一樣 你不會趕快賣掉的話 你這樣怎麼回本 省千金做生意 不用再擔心這個 你知道什麼 銀行借就有 東借西借 拿我中公去借錢 拿我中石化去借錢 不斷地去搞出錢來 所以這些那麼多錢 到最後還是要還 怎麼還 想辦法還 怎麼想辦法 就是把金華城從原本樓梯板面積 5萬坪8萬坪弄到現在 12萬坪 這個像是金基姆一樣 不斷地升 不斷地升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柯文哲 讓他融機獎率 竟然幫他升出了四項 增加了20% 還用他那個融機移轉 然後買一些爛地方 結果弄了移轉 又移轉了30% 直接這樣子多出 讓他足足多出了 兩三百億的一個資產 你說這樣子難怪 可檢方會認定他都是惡性重大 完全圖利金華城